台灣的潘映好 歡迎來到我們九州 今天有觀眾朋友要提問問題 要來問你喔 問我 問你跟富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去澀谷的時候 晚上都有很多 24小時的美妝店 然後我穿一個背心吊 那個吊嘎拖鞋 出去逛街 就有男人一直靠過來 然後會對你吹口哨 然後會 我還看過他會直接搭女生的肩膀 我覺得還滿恐怖的 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幹嘛 為什麼在日本 感覺東京的人特別捨 日本人為什麼這麼捨呢 來 科尼 告訴我們你們到底想幹嘛 其實不會喔 先說 其實不會 他說在東京 就很多這種怪怪的嘛對不對 有很多什麼 對不對 其實在東京 很多東京人的大部分 都是鄉下 從鄉下過來的人 現在東京的東京人 現在其實很少 來 我們聽到法國巴黎 我覺得 有一次的經驗很奇妙 因為 法文真的是完全不會 然後去他們就是比較道地的餐廳 他們不會有就是英文的菜單給你 就全部都是法文 那他解釋的時候 他英文也不是很好 然後我也聽不懂 然後可是在法國市的就是 餐廳幾乎都不太理你 你就只能碰運氣就隨便點一個 然後有一次呢 有一個人介紹我去就是 出了巴黎 不知道第幾區了 反正也是巴黎 可是不是巴黎市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樣分 就是外面的區嗎 還是什麼的 是不是第五十一區 沒有十八還是什麼 十八 十四是拉丁 十八是哪裡 反正那個就已經 對他們來講可能就不是 東區之類的這樣 然後就出了那個 就是比較主要的之類的 然後就是去一個家庭小餐館 然後那時候呢 也是就是沒有看得懂的菜單 然後我也知道這樣很沒有禮貌 可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東張希望看別人吃什麼菜 希望看得懂就說我要點那一盤 然後結果旁邊的人呢 就一直跟我比手話 我以為他要說我很沒禮貌 結果沒有耶 他就說 然後我想說 我第一次在巴黎 有這樣的經驗耶 怎麼跟之前很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才差 出去才十幾分鐘的車程 就差好多喔 好 先這個英文的問題 不是巴黎的問題 就是法國的問題 在法國都沒有地方 你可以隨便說英文 大家都聽不懂 什麼可能 你知道嗎 每個人去法國都說 法國人不禮貌 法國人不客氣 為什麼他們都去你的地方啊 等一下 你真的告訴我 在法國南部你去餐廳 有英文的菜單嗎 沒有 可是他會把你 這個是比較好吃 這個是你可以試試看 他們會比較熱情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法比歐 如果我們到法國南部講英文 法國人會理我們嗎 會跟我們說話嗎 一樣 所以一樣 法國人不太說英文 但是我們在南部不太執行 所以如果我們看一個外國人 或是 跟一個壞的英文可以回答你 他們會盡力 因為就是我們去法國南部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雖然他們也不會講英文 可是他們會 竭盡他們所能擠出他會的單字跟你講話 然後巴黎人就是整個就是 誰叫你不會講法文的那種感覺 因為老婆都沒有客人啊 所以他們看到誰 究竟要把他抓進來啊 沒有啊 巴黎就很忙 而且 我覺得有可能你就去 在觀光客的地方 那一種的地方 這個 勝負一定沒有禮貌 但是如果你去 到底的地方 你會發現 巴黎人就有很好的人 沒有那麼不好很壞的人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 巴黎現在不太安全 所以如果你在路上 然後問一個巴黎人 問路 他會怕 你要 呃 呃 搶劫 對 搶劫還是 他會擔心啊 其實目前聽起來好像 台北是怕詐騙 然後羅馬是怕被騙 法國是怕搶劫 然後如果你去巴黎要小心 到底是哪裡安全 安全 你不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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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的足球 的衣服 哦 哦 當然如果 我特別是跟意大利一樣 如果你去羅馬 你不會穿 對 去羅馬要小心你穿 哪一個足球隊的T恤 因為你會 對 哦 法國南部 哦 如果穿這個去巴黎會怎麼樣 去巴黎會被罵你啊 可是 如果你穿巴黎的球衣 在法國南部一樣 就是沒有巴黎的特別 就是巴黎人不喜歡 別的地方的東西來巴黎 但是呢 所以他們覺得巴黎是最好的地方 他們的東西是最棒的 但是 你們放假的時候 你們去哪裡啊 你們都去不完 你們去哪一 你們去哪一 你很生氣 當然… 我們在巴黎是個 很重要的時候 有工作 有這樣的事 然後剩下的時候 去海鮮 有 一個兩個星期就好了 然後 回來巴黎就真的生活 對啦 我們偶爾天龍國的人 也要出去外面走一走 獨家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是什麼 第四個是 天龍國的人 不喜歡戶外運動 尤其是女生 有嗎 是不是這樣啊 夢多 真的 我跟你講 我覺得基本上 台北而且就是 比較靠近東區 新一區的女生 不是 真的啦 你百天都沒有支線 然後就是到差不多太陽下來 就支線一堆東西 一堆人 一堆人 白天都在幹嘛 然後 然後問題是就是 他們很愛流行的東西 所以沒有關係 最近不是很流行那個 夜餐嗎 就是外面 對 夜餐 對啊 大百天出去呢 不是 問題是 沒有… 對… 那但是呢 為什麼台北 Picnic 為什麼有一個攀活動一樣 大家一起 就是今天 就是比如說一個活動 今天是Picnic 我們集合在比較大的地方 然後很假白耶 就是自己 自己做便當 然後那個派上Facebook 今天來夜餐 耶 一個屁啊 對啊 然後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跟我如果想要外面吃 為什麼去當公園就好 然後呢 自己養帶吃也可以啊 演技界也是公園啊 為什麼大家一起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去野餐 你當然是外看 到處都是人啊 你看 紐約是不是只有中央公園 人最多 是啊 對啊 而且夢多 因為大家都噴到 只有你都沒有感覺 我懷疑你有躁鬱症 沒有 有東西 好… 因為女生 因為如果住在都市久了以後呢 像說剛剛她說那種野餐什麼 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要過夜 我覺得就會比較困難 過夜 過夜就是比如說露營啊 很好玩 對 什麼去哪裡住一個晚上 爬山啊這種 那你第一個 你光想到那個廁所這個問題 就是住在城市 你習慣久的這個方便度 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沒有廁所這件事情 就很痛苦 然後不能洗澡 因為我們曾經有辦過一個活動 就是說 就是兩天一個晚上 到七星山上面 住一個晚上 然後不能洗澡 只能在外面上廁所的 OK啊 痛苦死了 真的 就是光那個上廁所這件事情 就真的讓我很頭痛 頭髮油油的對不對 沒有辦法 那我覺得不洗澡一天 我覺得還OK 就是你可能 女生就是比較 上廁所比較不方便 朱莉姐 我那是個人的 個人的 你有衛生習慣嗎 那是個人體質關係吧 沒有… 因為她的哲學就是 如果沒有用 就不用洗 謝謝 我知道 就有用到的部位再洗 對 神水 對不對 她老公很久沒有洗了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到這裡 我們非常開心有八位行男 我們現在讓一組一組 噁心來進行擁抱這個動作 你們都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嗎 來 可是有的組別擁抱會好噁心喔 哪一個組別呢 看了就知道喔 來 給互相一個親密的擁抱 今天打仗到此為止 對啦 你們都不一樣耶 對啊 她講了那麼多還是講說 都市的人要給互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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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跟各位強調喔 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來跟市場下次見 拜拜